我感覺到我整塊肥膏現在是被吸了上去 冷凍溶脂這個treatment我真的非常喜歡 首先它是要令脂肪細胞減少 只要你的位置脂肪細胞數量是少了 它就不會反彈肥 如果你是做冷凍溶脂的話 就比你做抽脂 就真的安全很多 我記得以前有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姊妹 她就之前去試了抽脂手術 她就告訴我那個復原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 譬如抽過腰 當然抽的時候你也想到 也挺肉酸的 用一條管不斷抽插 抽脂肪出來的血水流出來 但做完手術之後要紮實它 她說輕輕動也會痛 回想起來我也覺得 應該也想像得到抽脂手術是多麼痛苦 如果真的想局部減的 我就勸大家不如做冷凍溶脂 就好過做抽脂手術 這個冷凍溶脂可以讓你減部位減 即是我不想整身減 即是胸的我不想減 我可以減回大腿 這些手臂位 各部減 肚子 另外後面的腰 這裡 這些位置 很陰濕的 那些肥肉 我也不知道怎樣減 整個過程非常之舒服 治療師就會 首先在你想減的位置 就鋪一塊好像Mask 很濕潤 然後在上面再放冷凍溶脂的肌頭上去 吸起肥肉 我現在的脂肪應該被冷凍 應該很快 我的肚腩就會變小了 剛剛做完冷凍溶脂 現在幫我按摩 其實整個過程都很舒服 沒有任何不適 所以真的事不宜遲 大家快點點點連結去登記吧